第一集 二十世纪来临的前一年 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东北辽河流域 相聚二十里的乡村 他们所继承的丰饶大草原 本是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堤 现牛羊的豪迈牧者的原乡 但是两千年的中国史 几乎全是这大草原的征战史 自汉唐盛世 成就了多少汉族英雄人物 而蒙古人和满族人 也曾策马中原 建立了前后四百多年的原清两朝 其家是自山西太原府来的汉人 定居在辽宁省的铁岭县 我家庄院范家屯 距清朝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很近 距沈阳一小时车程 我童年在祖母身边 曾听长辈说 长城修到铁岭就停了 十七世纪 清朝进了北京以后 康熙皇帝下诏 不再修长城 自秦到汉唐宋明 编幻未断 明末满族大军长驱直入 长城延茂数千里 何能阻挡 到了清末明初 东三省123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 已确属中国版图 可是内忧外患 国事日弱 引来接壤数千里的俄国边幻 和日本的侵略 它土地资源的丰饶 使它成为灾难之地 但是大草原上 世世代代 骑射千里的倔强灵魂 却也无人能够征服 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 终身在漂流中度过 没有可归的田园 只有歌声中的故乡 幼年听母亲 幽怨地唱苏武牧阳 二十年后 到了万里万没有雪地 冰山的亚热带台湾 在距南回归县 只有百里的台中 她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 苏武牧阳北海边 我说 妈 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 她有时就唱《梦江女》 她说自从十九岁嫁到齐家 一个月后 丈夫出去读书 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 回国后参加革命 放逐流亡 不能还乡 她守着幼小儿女 和苏武当年盼望小杨长大 再生小杨一样 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 直到三十岁 她才出了山海关 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 终得一家团聚 从此 随夫越走 越远离家乡 除了苏武牧阳 她从没有唱过一首 真正的摇篮曲 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 曾从辽河到长江 苏明江到大渡河 抗战八年 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 从东西南北各省战区来的人 奔往战时首都重庆 颠沛流离在泥泞道上 炮火炸弹之下 都在唱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故乡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唱的时候 每个人心中想的 是自己家乡的永定河 黄河 汉水 淮河 干江 香江 桂江 宜江 说不尽的美好江河 江水每夜乌夜地流过 都好像留在我的心上 我的一家 永远未能还乡 我生于1924年元宵节 在家乡辽宁 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 甚至四十度的天气 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 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 出生后 体弱多病 快满周岁时 有一天发烧 高烧不退 气弱油丝 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 我母亲坐在东北饮用燥火余温的炕上 抱着我不肯放 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对她说 哎呀 这个丫头已经死了 差不多没气了 你抱着她干什么呀 把她放开吧 我母亲就是不放 一直哭 那时已过了午夜 我祖母说 哎 好吧 叫一个长工 骑马到镇上 找个能骑马的大夫 看能不能救回这丫头的命 这个长工 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 居然找到了一位医生 能骑马 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 到我们村庄里来 她进了庄院 我这条命就捡回来了 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死孩子 变成一个活孩子 一生充满了生命力 在那个时代 出生婴儿的死亡率 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我那样的生命 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 母亲的呵护 还有命中这些贵人 围成灯罩似的为她挡风 使她不致熄灭 不久 这位医生 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 母亲抱我去看她说 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 她爸爸在德国读书 还没有给她取名字 您给她取个名字 纪念这个缘分吧 这位医生为我取名 帮员 在我生命之初 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我长大后知道 此名 缘出诗经 君子偕老 子之清阳 阳且之炎也 斩如之人兮 邦之源也 几年前 有位读者 寄给我一页 影印字 宋朝范城大 明湖文集的文章 居然有一段 齐邦元 贤德女子 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 贤德女子 同名同姓 何等荣幸又惶恐 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 挣扎奋斗半生的我 时常想起 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 真希望她知道 我曾努力 不辜负 她在那个女子 命如草芥的时代 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我的幼年 是个无腹的世界 两岁时 曾惊鸿一瞥 看到父亲 风雪夜归 凌晨又崇尚逃亡之路 隔了一天 我祖母母亲 带着哥哥和我 逃到一个 比我们村庄还小的 小村子的亲戚家 躲了一些时日 因为张作霖的军队 在搜捕参加 郭松林兵变的骑士英 要把他一家 都抓了杀掉 而我在那儿 却每到天黑 就哭喊着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使得他们加倍困苦 又怕连累别人 只好回家 听天由命 铁岭齐家 在十八世纪初 由山西徐沟县 到奉天 认知文官开始 到洛户 到我父亲 是第八代 庄院位在 范家屯西边的 小溪山 距离中东铁路的 乱石山站 大约五里 家产约有四百赏田地 在当地 算是中等大户 我祖父齐鹏大 共有四兄弟 少年时 他不愿在乡下 守着家产 做庄稼人 跑去读军校 出身薄定 老素成学堂 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 由营长做起 又从团长 升为旅长 二十多年 对张大帅忠心耿耿 我父亲是他的独子 留学德国回家 满脑子救国救民的 心思想 竟参加 郭松林 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 从天津徽兵 出山海关 到兵败 只有一个月 那时我祖父 住房河北保定 并不知情 奉军上下认为 张大帅 一定会杀我祖父 谁知他居然 对部下说 富一辈子一辈 不要算那个账 齐鹏大 跟我这么多年 对我没有二行 他儿子混蛋 刘洋念书念糊涂了 但是不要杀他爸爸 后来我祖父 在一次小战役中 受了轻伤 染了风寒而死 去世时 只有五十岁 张作霖出身草莽 但是他有那一代 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 不与日人妥协 在黄姑屯火车上 被日人埋伏炸死 结束了传奇事的军阀时代 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 其子张学良 继承名号 权势及财富 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 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 也永未实现 我的祖母张从舟 是满族人 十八岁 由邻村嫁来齐家 生了一子两女 祖父从军之初 他随夫住房各地 后来因为家产虚人照料 而回乡定居 祖父母的庄院 是祖母独自称吃的家 由他与我母亲 这两个常年守望的寂寞女人 带着三个幼儿 二十多个长宫 春耕秋收过日子 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 去把小溪山的蚌垂草 后院的小黄瓜 黑浆果 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 打滑溜 至今印象清晰 祖母是位雍容大度 温和仁厚的人 对我母亲 她独生子的媳妇 充满了同情与怜惜 但在那个时代 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 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 所以 虽然她对媳妇好 绝不找麻烦 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 但是规矩还是规矩 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用人 但公婆吃饭时 媳妇必须在旁垂手示力 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 祖母对我最为怜惜 命也是她救的 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 害她流了许多眼泪 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 爷爷回家是件大事 那年代官威很大 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 衣食讲究很多 稍不合她标准就发脾气 全家都是屏息活着 直到她返还住房地才敢喘气 我父亲说 祖父也颇有心思想 但太权威 没有人敢和她辩论 我出生不久 爷爷由住房地回家 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 包着个小婴儿 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 把那个猫崽子丫头 拿给我来看看 不知是什么原因 那个不必报的 不足五斤重的婴儿 竟激发了她强烈地保护天性 她下令 谁也不准欺负我这个孙女 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 其家人口少 每个孩子都宝贵 这道军令 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军中 四十寿淡的礼物 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 他移房或者去打仗的时候 就把他送回老家 不久 他染肺病死 我祖母很照顾他 把他新生的男孩 骑士豪带大 这个小叔叔和我童年 常常一起玩 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 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 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 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 有一天 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 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 由背后枪杀 祖母寂寞抑郁一生 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 天津 日本 德国读书 只有暑假回来 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 从此亡命天涯 一生分离直到他去世 1931年918事变后 他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 他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 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 大姑姑齐静桓 曾随夫石志弘去日本留学 有智慧亦有胆识 1933年后 我父亲回北方 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 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 他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 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 每次接送人都说是他的表弟 车站的人熟了 曾问他 你怎么那么多表弟呀 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 大家都恨日本人 没有人点破 而且他常常抱着小孩子 逢年过节不露痕迹的送礼 在台湾还有几位表弟记得他 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 抗日站起 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 不能留在沦陷区 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访 先后病死重庆 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 与我祖母同住 尽了一切孝道 祖母因癌症逝世时 只有64岁 那是抗战的第一年 我们在南京沦陷前20天 逃到汉口 稍作喘息 又奔往湖南乡乡 住了半年 又千辛万苦地由乡前公路 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 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 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 我父亲终身身感欠憾 我外祖父裁信成是汉人 外祖母是蒙古人 住在去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镇 新台子 外祖父是位附身 家里开了磨坊 田产很多 1904年 他陪一位县都学蒋先生 到范家屯小学试察 对小溪山村来的 骑士兄弟 骑士长和骑士英 印象深刻 两人立志升学 长大了要报效国家 那天 在修身课上 他们听见 身量瘦小的骑士英文老师 为什么日本人和俄国人 在我的家乡打仗 他小时上私塾时 看到南山头的炮战 俄国人跑了 日本人得胜 停战之前 日军曾在我家庄院 驻留一两个月 直到我祖父派人回来 几年后 裴家与蒋家 托地方上体面人士来提亲 蒋都学的女儿 和我二伯父同岁 裴家小姐玉珍 与我父亲同龄 在容貌上 可说都是俊男美女 家事一门当户对 双方家长同意 就订了婚 那时我父亲与二伯父 已去沈阳念中学 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 暑假中 我父随家中长辈到新台子镇去 说想看看 裴家庄院种的东北西有的葡萄树 就看到我十四岁的母亲 他对那见过一面的未婚夫 印象不错 觉得比嫁给乡下丈夫 好太多了 大约有一些美梦 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 从此 对外面世界 也相当憧憬 我父亲自幼年 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 二伯父比他大四岁 充满了新思想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 他就捡了辫子 九岁的弟弟很羡慕 也自己捡了辫子 他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 参加请愿开国会 跪了好几个钟头 初中的时候 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 两兄弟私自到天津 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 之后又赴日求学 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官费 进东京一高 一年后 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 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 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 祖母生病 家中续人持家 父亲不肯回去 祖父请一位堂叔 专程去日本 说服他回家 或者是把他捉回家 我父亲一直到老了 还跟我们讲 那时若要他结婚 他有几个条件 第一 不要跪拜 不穿红衣 脸不盖红布 他要骑马 不做教 第二 他要把娶了的媳妇 带到外国 跟他一起读书 如果答应 他就回来 如果不答应 他就不回来 家里都答应了 等他回家 除了让他骑马之外 骑他全按老传统般 他一个月后 就又去日本 我母亲十九岁 嫁到其家之后 十年间 没有离开过 那座庄院 有形和无形的门 我父亲是独子 传统中 所有媳妇该做的事 他都得做 稍有空侠 就得裁置衣服 纳鞋底 绣鞋面 最舒心的是绣枕头 自己画花样 他没有朋友 没有所谓社交 每年能回两次 二十里路外的娘家 也赶天恩浩荡了 在我记忆中 在家乡的母亲 不是垂手站在桌边 伺候祖父母吃饭 就是在牧草中哭着 十年间 我父亲曾在暑假 回去过四五次 最多住两三个月 有一年 我母亲怀孕 很想吃樱桃 那时樱桃 只在每年七八月 收成一次 在乡下 就有挑担子的小贩 从镇上到各乡兜售 有一天 小贩来到村子口 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 就跑到村口去买 没袋子装 就用长袍的大金 兜着樱桃回来 那兜樱桃 从村口走到庄院 九年中支撑我母亲 许多孤寂的岁月 这一年 我父亲从日本回家过暑假 说玉真这名字俗气 为我母亲改名为纯医 后来 我父亲从日本 直接去了德国 平安家书和照片 都是寄给祖父母的 开端写着 父母亲大人西夏敬禀者 姓伟提我母亲的名字 同此问好 那时大于不好意思 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 两个同龄的人 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 女子留在家乡 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 灶边烹煮三餐 过年前擦亮上贡的器皿 不断地节庆准备 洗不尽的锅碗 扫不完的塞外风沙 到了十月 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 一年又将近 而那十九岁的男子 在广大的世界 纵情于书籍思想 参与青年人的社会活动 两个人的路 越走越远 他已无从想象 他遨游的天空 如何宽广深远 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 已无共同语言 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 支持着母亲 在孤独等待中活下去的 主要的力量 当然是哥哥和我的诞生 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 父亲每年暑假回家 第二年春天 我哥哥振一出生 再两年春天 生我 三年后 我的弟弟振道出生 在人丁稀少的齐家 我们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义 但是在那个年代 医药落后 幼儿的死亡率很高 我弟弟三岁那年 在室内跑跳 双手按上了火炉 带去沈阳志烫伤 住在姑姑家 被表妹传染了脑膜炎 十四天后就死了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 幼儿子突然死亡的事实 哭泣自责 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 在传统社会 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 是很不吉祥的事 她只有趁黄昏 伺候了晚饭后 在夕阳余光中 夺到牧草丛中哭泣 后院空地上 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 从春天雪荣时的嫩绿 到降雪时的苍茫 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 雪荣之后 她还带着我 去一里入外的祖坟 扑倒在我弟弟 那小小的心坟上痛哭 我记得 祖坟四周种了松树 在初春的风中 猛烈地摇汗 沿着老坟周围 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 在我母亲哀怯悠夜的哭声中 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 祖母说是勺药花 我长大后 每次看到勺药花 总是听到母亲 那哀伤压抑的哭声 她那大片的 有些透明 看似脆弱的花瓣 有一种高贵的娇美 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 她在我日后的一生中 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 永不凋谢的 美与悲伤的意象 尤其是以前那些 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亲从祖坟回家后 常呆呆地坐在抗炎 双眼茫然看着窗外 连祖母喊她 有时都听不见 每年清明上坟之后 大地解冻 生出许多爵草 有一种名叫曲墨菜 苦涩鲜嫩 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对岸荒地 挖曲墨菜 我当然高兴跟着 到了荒地 看一阵阵人字形的艳群 由南方飞回 艳生七处 母亲常常站起来 吃望食酒 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 有一天早上 我姥爷突然来 拜望我祖父母 有人到新台子去 告诉他 女儿玉珍 前两天在给公婆煮早饭时 失神落魄 手随着柴火 伸到柴灶里去 连疼痛都不知道 他已经失神落魄 好久了 而且 还听南京来的人说 我父亲 与一些时髦的留学生 住在一起 男男女女都有 老爷终于得到 我祖父母同意 允许他 送我们母子三人 去南京 与我父团聚 如果父亲不收留 他再带我们回娘家 我清晰地记得 那年秋天 树叶子差不多全掉了 高粱地也收割了 两个长工套上马车 把我们送往 五里外的火车站 乱石山站 那一带的山石 用来供应铺设 中东铁路所需的石头 为了上京 我穿了件全家 到沈阳做的 红底闪兰花棉袍 兴奋极了 马车出了村口不久 路旁就是一排排 秃山 乱石林寻 一棵树也不长 我就问 妈 这叫什么山 已被我各种问题 吵了一早晨的他就说 这叫 鬼哭狼嚎山 这个山名 加上我母亲的神情 让我牢牢地记着 如今 他去投奔一个 已离家多年的丈夫 牵着两个智林儿女 走向数千里外 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 在那里没有家人 连亲戚都没有 心中的惶惑 畏惧 岂不正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 他知道前途未卜 但也绝不愿再回到 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 过活寡死的生活 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 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 她把那苍茫大地的自然现象 虎狼柴暴的威胁 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 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 给我童年至终身的启发 她的乡野故事 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 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 如同鬼哭狼嚎山 毫无羞逝 强烈地象征着 她那时对南方大成的畏惧 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 是老爷牵着我哥哥 妈妈牵着我 从沈阳上火车 火车没日没夜地开着 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家地 秋收已许久了 肃梗和高粱杆子都一搁进了 除了熙熙落落的防风林 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 老爷说 明年三月解冻了才能翻更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 转京浦铁路到南京 火车走了三天两夜 在下关车站 她透过车窗 从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汽里 看到站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 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 正挺拔地站着 真气渐散 从车门走下来的 则是她十九岁时被迫迎娶的妻子 此时 她脚步迟疑 牵着我的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 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 到站台上 站在她身边的是两个穿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 老爷在南京住了十来天 就又坐上了火车回关外老家去了 她临走的时候 我妈妈哭得难分难舍 老爷和老娘生了四个儿子 才生这个女儿 手心里捧着长大 如今她要把她留在南方 这举目无情的人海里了 那些年 妈妈常对哥哥和我说 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 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 我很小就懂得忧愁 睡觉总不安稳 夜里有时醒来 听见格氏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 他的声音温和沉稳 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 就被送到附近小学上一年级 刚从东北乡下出来 长得瘦小 人又很土 南京话也听不大懂 第一天上学 只听董老师说 不许一会儿喝水 一会儿撒尿的 觉得上学很可怕 好不容易有几个朋友 有一个同学对我表示好感 送了我一块红红绿绿的花橡皮 我在乡下从来没有看见过 好高兴 过了两天 他不知道什么事不高兴 把橡皮要回去了 令我非常伤心 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块橡皮 所以我开始旅行时 到世界各地都买漂亮橡皮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 是那一年初春雪荣的时候 上学必须穿过那条 名为三条巷的巷子 地上全是泥泞 只有路边有两条干地 可以小心行走 我自小好奇 沿路看热闹 那天跟哥哥上学 一不小心就踩到泥里 棉鞋陷在里面 我哥哥怕迟到就打我 我就大哭 这是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 里面坐着我的父亲 他叫司机出来 把我的鞋从泥里拔出来 给我穿上 他们就开车走了 晚上回家他说 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 公务性只有机关头衔的 我们也绝不可用 一则须知 公私分明 再则 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之后 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 告诉六岁的我 这里不是可以满山遍野跑的乡下 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 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谎 我打你是要你记得 这最初的印象 使我一生很少说谎 即使要跟人家说一点善意的谎话 都很有罪过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